打造美國華人旅行車第一次豪華的 亞馬遜生態之旅 團員們繼第一天 深入亞馬遜之流之後 第二天開始還要探訪鱷魚 黃金松鼠猴 以及粉紅海豚的家 我們獨家分享給全美華人 這些精美的鏡頭 現在帶你來深入亞馬遜 懸在深夜前進亞馬遜流域 茂密的叢林遮蔽星光 到處一片黑茫茫 四周大批動物叫聲 真讓人毛骨悚然 不過別怕 只見導遊黑暗中快手一閃 天啊 竟然徒手抓住一隻鱷魚 野生動物客馬上登場 你看牠的尾巴皮膚 跟剛剛那個是不一樣 你看牠的尾巴被絲鱷魚咬過 有一塊被咬掉過 這類型可以長大約2.5米 會長大約2米半長 所以差不多80到90米 Sapro Maze 而經過黑暗 更明白光明的可貴 看日出東方升起嬌陽 透過亞馬遜河水折射 更是金碧輝煌 從未有過的日運光環美景 不只讓這趟美國華人首發的 亞馬遜生態之旅 獻上最美麗的祝福 更棒的是 還要找野生粉紅海豚一起玩 突出尖尖的小嘴 水中浮浮沉沉 搶吃小魚 不只模樣超可愛 更讓遊客驚喜的是 來自亞馬遜野生叢林的充沛火力 還特別會搗蛋 這裡的 它是自由可以進出的 然後它是自願跑來那邊的 然後跟我們一起 比較不像 它們就野生的 不像續養的 告別亞馬遜粉紅海豚 小船繼續深入探索 地方越偏僻 叢林也越茂密 本以為不會再有可愛動物 誰知道一個黑影晃過 稀有黃金松鼠猴 就在眼前 一連兩次驚喜過後 抵達目的地 野生橡膠開採區 有原始樹木 所搭建的西班牙式建築 不只有濃厚的歐式風味 更特別的是 團員還可以現場學習 如何採收天然橡膠 甚至是入業後 採收裝備也一應俱全 到了這邊 它會在這裡 就買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工具 包括這個燈 為什麼要有燈 是因為你晚上的時候 比較涼快 晚上你去拿橡膠的時候 它就不會黏成一層硬硬的一點 所以它就會用這種小杯子 來收橡膠 歷經一整天的叢林探索 雖然團員們各個都精疲力盡 不過一回到郵輪上 可是一盤一盤豐盛的美味 已經全部都準備好了 甚至還精心雕刻出 輪廓精美的果雕 熱情的等待團員歸來 補充一整天的體力 房間大 那個洗手間也大 然後不要看你真的是 條件是很好 住的也很好 吃的也不錯 然後那個 特別是這邊酒吧 什麼酒都是免費的 這是很刺激的 本以為飽餐一頓過後 行程就此結束 沒想到好康還在後頭 隨著亞馬遜傳統民俗舞蹈 台上熱情搖擺 美好的晚會表演精彩登場 全體一起同樂 唱快對壇 能在行程第二天 就讓團員們 建立起深刻的友誼 結果讓人歡喜 強調一路上美景無限 而且吃好住好 儼然就是野生叢林裡的 世外桃園與歡樂派對 搭定假期亞馬遜深度遊行程 下一集將帶觀眾 一起去釣食人魚 並且前進千湖沙漠 更多精彩獨家畫面 歡迎觀眾鎖定觀賞 多人新聞用至胃寬 在巴西亞馬遜的採訪報告